皇家工兵團 自香港開國以來 英國就已經派遣皇家工兵團 來香港幫助建設 皇家工兵的主要任務是 軍事建築和民用建設的工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們還負起保衛香港的重任 當第二十四皇家工兵團 從英國來到香港履行任務的時候 維多里的白屋 就成為該團的軍官會所 斯加哥大學邀請了兩位歷史專家 接受訪問 介紹皇家工兵的工作 和摩星嶺皇家工兵軍官會所 裡面的一些情況 皇家工兵其實是英國陸軍 裡面的其中一個兵種 他就算是歷史最悠久的兵種之一 他最主要是負責軍事建築 以及一些技術上面的支援 他有他的左右名就是 Everywhere 所以任何跟技術建築有關的東西 幾乎都會有皇家工兵的身影 那裡 軍人在戰鬥 永遠都會有需要 地域工程 即是探索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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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洩製暴 直白 宇 wins 和的枱油包含了很多工具, 在文化中的军事中, 优优优独播出的美国 不是毋力的工具, 原來香港的工具 很少有技術等, 工具正在1880年的企業 在最大的大的工具的理工具 专门那個工具有多少公司 如果你看到森林的森林, 你看到這個森林的森林, 假看不到梁林, 這局建立的工具 acha設在乘工具 英國的工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很多年已經有華人工兵 最早的華人工兵是1880年代 英國的工兵在香港有很多種任務 修橋補路起炮台 但他還有一種很特別的任務 就是捕水雷 他們就聘請了一個工兵 做了一些本地的華人 去幫他們的潛水夫 拿工具諸如此類 最初這個不是正式的一個 不是正式的英軍陸軍的一個成員 但去到1891年 就正式將這一班華人 就真的招募了他們做英國陸軍的一份子 就成立了一個部隊 當時叫做香港水雷炮連 皇家工兵在香港 除了有英國的工兵 有華人的工兵 還有Gergar的工兵 其實皇家工兵在日本進攻香港 是有很大的角色 在裏面 日軍一進攻香港 其實皇家工兵一開始 就負責在邊境炸位的橋樑 炸斷橋樑 日軍進攻慢一點 那個任務其實都大致上成功 但沒辦法 日軍始終數量優勢 火力優勢 很快就佔領了九六和新界 香港首軍縮在香港島 日軍圍著香港島 工兵有另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操作探射燈 香港島原岸的探射燈 其實都是工兵負責的 負責的人有華人工程兵 也有英國工兵 因為日軍會專門對著探射燈台來打 赤柱的警署門口有一個探射燈台 跟反彈炮一起 擋著日軍 守著赤柱的路 整個探射燈台 加上反彈炮 十三個人裡面 大部份都是炮兵和工兵 有英國人有華人 炮隊有十三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新華人 散請 散請 消理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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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 dining hall 有一個飯廳 然後有一個酒窖 有一些 pantry 有一個廚房 但你見到旁邊的兩棟樓 那麼多樓加起來只有三個 bedroom 就是三個睡房和三個廳 你最多可以住三家人 你可以猜到應該是營長 即是團長 住在這裏 另外有兩個高級的軍官會住在這裏 Block A那裏就是一個真是個 mess 這個 mess 到底是甚麼人用呢 就是只是去軍官用 因為英國陸軍是很簡單的 軍官有自己的 mess 士官 即是non-commissioned offices 也有自己的 mess 其他層 普通士兵也有自己的 mess 有趣的地方是後面以前舊炮台的位置 其實它有一個 servants quarters 那些 servants 是住炮台的舊膽養父 英國的軍官的生活實在是好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可以再花錢再請到工人 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由這些工人去解決的 因為英國陸軍當時在香港大部分的軍官宿舍 應該集中在半山那些地方 或者在維多利亞軍營 或者美利兵房那一帶 而高級軍官的家居通常都是住在那裏附近 如果零零射射三家人住在那裏 其實都挺滿意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為甚麼之後後來放棄了它 24團其實由頭到尾 主力大部分的人員一直都在新界 工兵在那裏最主要的任務 當時是改善基礎建設有的道路 因為如果有戰士的話 可能要很快速地將部隊派到新界 所以在新界的位置 其實當時有不少道路是王家工兵負責起的 另外就是改善新界地區特別的基礎建設 譬如一些運動場都是他們建的 譬如一些收橋保路 電燈、食水 還有一件事都挺重要的 就是風災 通常風災過後 譬如清理山泥傾瀉 譬如救災 其他各種各樣的救災 如果香港政府要求的話 王家工兵都會出動 在全盛時期 其實每一個部隊在香港 大概留三年左右 所以24團在香港留八年 其實很少見 在五百年中 就第24團走了 似乎接手的部隊就沒有用到這個尺寸 因為其實五百年之後 其實英國基本上已經決定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軍事力量 其實很多裁軍 其實在五百年開始 其實24團都是裁了 24團都是裁遲了 在那個時候 縮減了規模 所以香港工兵的規模應該縮了很多 接手下來的是Gergar的工兵團 他們基本上整個部隊都住在新界 他們的規模是在屯門海岸 即是今日新的珠海學院附近 那個就變成了他們的新規模 所以舊這個地方似乎他們沒有再用到 就是61年這個地方 值得交給香港政府 就用了他們的建築 因為他們在大學院附近 他們把人的建築 還在城上 學習院時的建築 裏面的建築 這個地方 不是人的建築 所以他們有很多 他們會保持在家 他們帶來可以保持 他們就要有很多 他們在家 他們會保持人家 才能不能夠保持人家 他們會保持人家 他們會保持人家 他們已經不保持人家 他們就不保持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